ELG的头上 NVXCraft只要不到近点 是没法打他们的 就是NVXCraft没办法打ELG 而ELG可以凭借这个小山坡 疯狂地朝他们的敌人输出 但是King这边想要来摸吗 King再往前摸两步就能够丢雷了 但是他爬行的声音还是比较大的 大家还是能够发现的 从右上角来看 我要看这边一直在亮光 在四处放枪试探 他在寻找一个竞圈的节奏 往西侧再往南 看看ELG这一侧有没有口子 突破NVXCraft的难度实在是有点大 而ELG正面来看的话 能够有效输出的 也就是Leader这一个点 但是小智这个地方 也被NVXCraft很发现了 小智卡得中了 一个人卡了Vilco的一队 拿到一个先拿分 小智很有机会能够拿到前三 小智刚刚打了一下背身 但是自己的右手背 有三名ELG的学手 他能找到一个掩体吗 五弟站起来再往前跑 直接被Para Boy收掉 场上只剩下两支战队 ELG大战NVXCraft 那与此同时呢 RNG也是顺利的获得第三位 本场比赛拿到了24分 ELG NVXCraft两队 都是四个淘汰分在手 满边 对着满边 要去卡两个人的位置吧 ELG所有的火力 几乎在南部倒了一个 King这边面临的压力 是无限大的 虽然说他提前站住了 一个非常有优势的点位 但是ELG三个人决定过来 请叫King这颗火 没有能够炸到King King的压力虽然大 但是也给到了ODR和Para Boy 无限的机会 但是在现在位置上来看 ELG能够利用的地形 会稍微多一些 我们看到Jimmy 只能利用几颗烟 在烟内盘缓 如果等烟雾散去的话 NVXCraft的阵性 可能不炸 这是收掉了北战 北战没法服了 是的 也没有时间能够给到他们服 阶段九的煤化妆 其实不管这个煤化妆刷到哪边 ELG现在不管是从血量上 还是从投掷物上来讲的话 基本上都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 NVXQF 又队倒了 NVXQF手感依然在线 军民去车前往 只剩下Z9一个人 能不能上演奇迹 没有机会 这个车身抓得非常的准 让我们恭喜NVXQF 拿下了奔街PC的首场胜利 这局比赛打完之后 这个结果不知道有没有出乎两位的意料 并没有 目前看起来NVXQF打得实在是太过于轻松了 当然了 这个安全区NVXQF到达电场的那么一瞬间 安全区就一直往脸上 啪啪啪啪啪啪刷 是 总体上来看本场比赛 ELG确实也是吃了地形和圈形的亏 当然了 他们在枪林待遇当中